手机拍下餐厅惨况 桌子翻桌椅子倒地 冰箱玻璃被砸破大洞 还有一个盘子插在上面 里面的饮料啤酒恐怕全报废 店里一片乱糟糟 位在新北市土城的这间石头机 5号晚间传出遭人杂电 案发现场的影片在网路疯传 原以为是店家惹到人遭报复 但警方了解后案情大逆转 根据了解当时店内 只有一桌客人在用餐 而且他们都是老板的亲戚和家人 是谁杂电 警方并没有获报相关的讯息 时候调查原来是老板自己砸的 原来这些财物都是自己的 砸坏不用赔才会砸得稀巴烂 警方正在疑惑没人报案 就有民众透露 收到业者传来这段影片 自称杂电还录影 要紧查不用查了 五十几岁的林姓老板 当天案情有聚餐 酒足饭饱后 他的妻子好意提醒大家 都喝多了就早点回家休息 没想到林姓男子 认为老婆不给他面子 是在赶客人 一怒之下翻桌砸椅子砸冰箱 认识老板的人 都觉得意外 这间店在当地开超过十年 主打石头鸡料理 还有多样热炒菜色 Google评价四颗星 但附近民众透露 生意不如以往 这回又疑似被老板自己破坏 接下来几天生意都不用做了 TVBS新闻网新北市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B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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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